作者,拈花惹笑,眼波,一刀苏苏,一种侃侃,透气之作,千雪。 第1308集 有,有人得离开? 老当家瞪大了双眸。 鲍老爷的意思是,这,这和离开的人有关? 是什么人离开了?鲍老爷你看清楚了吗? 事情是不是人为的,很快就能揭晓。 凤江看着,还在挑选蝉除尸首的女子,蝉除的碎块并不容易拼起来,但他们相信有酒而在,没什么事情不可能。 没看清是何人? 凤江收回视线,看着老当家。 你现在马上让人封锁整棵寨子,不能让任何人出入,清点蝉除数量,看一共丢失了多少。 是,鲍老爷,我现在就去安排。 老当家立即拱手,一点都不敢怠慢。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有可能是认为,但鲍老爷是代表老爷过来的。 鲍老爷这么说,他只能往这方面怀疑。 还有,鲍老爷。 找人过来清点尸体的数量,听从龙大夫的安排就好。 哎,好嘞,鲍老爷。 老当家转身招来手下,很快一批人进去,清点剩余数量,一批人来到凤九儿身旁。 龙大夫,请问我们要怎么做呀? 一个手下轻声问道,拼,凤九儿只丢下一个字。 拼。 手下不解,一样拿着竹竿帮助的乔木,抬眸看着问话的人。 拼,将被撕碎的蝉除,一个个拼回来。 看,乔木用竹竿指着凤九儿拼出的完整蝉除。 明白了吗?这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尸首,硬被人分尸了,看起来才会多。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快帮忙。 实在不行,头和头,身体和身体,四肢分手脚什么的,都先挑出来。 本来就是故意弄碎的,一定能拼回来。 乔木的话,还有凤九儿拼出的尸首,让这些手下慢慢懂得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是这种情况,但龙大夫的安排谁都不敢质疑。 就这般,二十多人一起围着这个灾区拼尸体。 凤江站在不远处,观察着四周的情况,老当家和手下过去大概半个多时辰,回到凤江身边。 跑老爷,我们原本一万五千只蝉虫少了四千五百。 说着,老当家都开始哽咽,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少这么多,他怕呀。 凤江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围得越来越近的人,举步走了出去。 老当家擦了擦眼角,也跟上去。 他看着地上被拼出来的尸首,看着就真的像那么一回事。 这…… 老当家看了一会儿,擦擦眼睛,又弯腰低头,认真看,一只两只三只,虽然不是每一只都能整整齐齐,但很多切口都符合。 在老当家一脸不解的时候,凤九儿拿着竹竿站起来,转身往回。 他来到凤江和老当家身旁,扔掉竹竿,举起双手,伸了伸懒腰,弯腰太久,腰疼。 不见了多少,他看着凤江问道。 四千五百。 凤九儿回头看了一眼,再次回过头,看着跟前的两人。 初步估算,这大概有五百只。 五百? 老当家皱着眉头。 所以是被吃了四千吗?天傻的,这是什么怪物呀? 怪物,不一定。 凤江淡淡说道。 保老板,这话怎么说? 老当家想起昨夜离开之人。 您的意思说是有人将毒物偷走然后下毒,还,还造成假象? 他回头看着地上尸首。 我能确定,这些毒物是死后才被扯碎的。 对了,老当家,我想进去看看里面的蝉厨。 老当家心里着急,也一头雾水,但听凤九儿这么说,还是猛地点头。 龙大夫请,我们带你进去。 嗯,凤九儿看了自己的人一眼,举步走了进去,剑衣跟上,乔木留了下来。 老当家让人抓了两只活生生的蝉厨,放在一张石桌上。 凤九儿戴上自制的手套,抓起了一条软绵绵的东西。 他认真观察了一下,将蝉厨放回到笼子里。 老当家,外面的尸首根本不是从这里出去的,所以您丢失的蝉厨是四千五百。 不是,不是同一批? 老当家瞪大了双眸,他抬眸看见自己的钥匙,立即招了招手。 老当家的? 年轻钥匙大步走了过来。 你看看,你看看这究竟怎么回事啊,龙大夫说外面的尸首并不是我们的蝉厨,你们怎么都没发现啊。 之前的鞋子呢,毒蛇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老当家透了几口大气,突然脚步不稳。 老当家的,爹,老当家的要不要紧啊? 老当家的晕倒了,快送老当家的回去。 爹,你可不要吓我啊。 老当家是真的晕了,气晕的。 他一直以为是天灾,却不想居然是人祸。 他的毒物可是陛下的呀,谁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对陛下的东西下手。 是他害了老爷,是他的错,他居然连天灾人祸都分不清。 老当家晕倒,现场有点乱。 张志成和他的手下将老当家送回去,凤江和凤九儿也没有立即离开。 既然是人为,很多事情现在不搞清楚,到时候现场一清洗, 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差不多中午时分,老当家终于醒来。 凤江和凤九儿回去用过无膳。 听说老当家醒来,一同往寨子中间最大的房子过去。 坐在主座上的老当家,看着进来的几个人, 在自己妻子的摊扶下站了起来。 保老爷,龙大夫,我真,真是没用啊。 老当家,坐下说话。 凤九儿亲汗手,老当家点点头,摆了摆手。 保老爷,龙大夫请坐。 他浅叹了一口气,坐回到自己位置上。 凤江和凤九儿在丫鬟带领下,在一侧坐了下来。 老当家,您情况还好吧? 坐下的凤九儿看着老当家, 要不是听说老人家没什么事情,只是被气晕了, 他也会过来看看。 看起来这事,老当家是真的不知道。 不过,若是他在做戏,那就另当别论。 本集播讲完毕,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等你来拿哦。